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如果中共真的要对台湾进行封锁 按照联合国的决议 这将是战争行为 因为昨天晚上 也就是昨天晚上 应该是10月22号晚上 辽宁号的编队 又经过了台湾海峡北市 孤立雄说 台湾国防部采用了 情侦监控的手段 密切掌握所有的动向 那么这个灰色地带的战术 盲蛇战术 怎么对台湾进行封锁 确保保证关键的物资 能源自主 关键产业基础设施 民生物资粮食安全 医疗设备等等事情 立法委员提了之前 他也就这么说 那是战争的行为 如果是真的进行了封锁 按照国际法规划是禁止的 所以操演和演练 跟实际风控是不一样的 台湾海峡现在海上运输 占全球的5分之1 将近2.45兆的美金 真的进行国际法定义的封锁 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包括影响中国本身 国际也不会坐视不管 那台湾怎么办 因为台湾现在法定的 这么一个97%的能源 是完全依赖进口 那所以呢 他就分别的这个战略储备 原油是90天 煤炭是30天 天然气是8天 那么现在天然气的法定 安全存量相对 原油和煤炭比较低 那台湾2025年的电力结构 天然气发电站比 将达到50% 如果一旦封锁 台湾要怎么办 那没电 没水 这个事情 那么辽宁号的这个战斗群 沿着中线以西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个也是过去不多的一个做法 那么当然北京也有自己的说法 台湾是中国一个省 我们去哪就是哪 那么现在应该是台海较量 来显示它的威慑力 美国和其他国家 会不会怎么样做出一些因应 那么虽然有一些一支线 一支箭这样的走路 影响不了整个中共 但目前在台湾布阵 封锁的一个决心和动态 美国之音说 台湾强化应对中国围岛作战的能力 真的努力强化这个事情 近期北京也正在逐渐的强化 对这座民族岛屿施加的军事压力 因为现在台湾的农业部 已经维持了将三个月的大米的储存量 大米的储存量 还有一个鱼饰料的库存 可以维持三个月的鱼塘的养殖 那么还有暂时的稻米配置的计划 又谈到了暂时要优先种什么作物呢 包括地瓜大豆还有新鲜蔬菜 看来这个暂时的体制在台湾也开始出现了 好了石油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说国际社会也在关注 有人说台湾目前在岛内有大小 一千多个不一样的粮仓 每个年的七月的万安演习 进行关键资源分配的演练 天然气占一半 所以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中共对台湾进行限量的一个封锁 那台湾会怎么面对呢 因为台湾现在有五个月的石油和煤炭的储备 地面地下还有将近1.9亿的煤炭的储尊 这个储量 所以他认为中共的封锁 那就视之为战争行为 但是他觉得北京可能不是这么想 所以这也是大家注意到了 联合早报 美国的媒体说 大陆的智库已经详细掌握了台湾雄风反舰导弹的位置 所以有人分析台湾非对称防疫很难奏效 美国媒体说 大陆的智库详细掌握了台湾雄风反舰导弹部队的机密的信息 显示台湾军队关键武器装备的生存能力存在缺陷 但受访的学者说 大陆掌握了更多情报 不会像智库一样公开 台湾非对称的防疫恐难正效 那么顾立雄说 这个是真假难辨 所以台湾的这个军队导弹部队应该加强这个伪装 如果说北京有一家名叫难得信息科技的智库 详细披露了台湾军队的海风大队 十二个单位的隐秘的藏身之处 坐标信息经济到纬纬度小数点之后的示威 如果说实战 这些单位几秒钟就会被摧毁 但是台湾国防没有这个说法 他认为他们还是可以的 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认为 难得信息科技并没有使用任何外泄机密 或者黑客技术 所依靠的是开源信息 全部由台湾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曝光 大陆的研究人只需要利用谷歌地图进行搜寻 很快就可以找到精确的定位 这事情 那么北京的军事学家 军事专家前海军大校李亚强 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说 台湾军队的反舰导弹 的确对抵近海岸的军队构成威胁 但实际的效力由奈发射阵地 情报保障以及抗打击的能力 那么也有人说台湾这个不对称应该的 这方面的能力会比较弱 美国布朗大学的中国军事专家科斯坦说 很多人把台湾的防御战列建在了所谓的非凳子武器上 但是他们忽视了台湾在远程精准打击时代下的巨大的脆弱性 联合早报 北约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台湾了 这另外一个重大新闻 联合早报说北约和美国已经掌握朝鲜向俄罗斯派兵的证据 法广说美国北约证实朝鲜出兵 西方担心乌克兰战争可能会重大升级 大概多达3000名的朝鲜士兵 昨天美国表示已经被派到俄罗斯 吉辅和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战争有可能出现重大升级 北约同时也证明了韩国连日来披露的信息是准确的 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奥斯丁说 华盛顿掌握了数千名朝鲜金人签网俄罗斯的证据 但要想知道他们修建到那要干什么 如果他们是共同交战国 如果他们打算替俄罗斯参战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拜登也警告 暴军必须付出代价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 在七国集团框架之下 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利息偿还 那么北约发言内证实 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部署 标志了乌克兰战争的危机升级 美国继续盟友 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及朝鲜士兵出现在俄罗斯的证据 应该说10月初的中旬 朝鲜向俄罗斯东部转移了至少3000名的士兵 这些士兵从朝鲜的原战地区 乘船前往俄罗斯的 胡拉迪奥斯托克海山外内带 并前往俄罗斯东部几个俄罗斯的军事基地的训练 白宫的警告 还有在韩国的星期一召见了 俄罗斯驻韩国的大使要求撤走 在俄罗斯部署的朝鲜军队 德国的外交部也召见了朝鲜代办 都在交涉 朝鲜俄罗斯的外交代表出面火了 没这事 毫无根据 媒体炒作 但实际上是有的 目前又有1500名朝鲜士兵被部署到俄罗斯 总数已经达到了3000名 这些东西大概有1万名 到12月 1万名的朝鲜军事人要部署在俄罗斯境内 韩国的情报机构说 朝鲜决定向俄罗斯派遣12000名的士兵 乌克兰 现在开始新战 对朝鲜的士兵说 投降吧 乌克兰将为你们提供住所食物和温暖 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死在外国 你们绝不能遭受跟数十万俄罗斯士兵同样的下场 他们将永远无法返回家乡 《纽纹时报》今天头版 朝鲜派兵前往俄罗斯 让中国担忧 中国担忧 中朝关系受到挑战 这个事情是以前所有的方式 考验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信息是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透露的 那么本来朝鲜通过核计划和不实威胁 要消避韩国 让北东北亚地区制造不稳定的爵士 已经让中国感到很居伤 现在朝鲜正在欧洲煽动战争 可能加深美国进行盟国 以俄罗斯和中国为首的反西方国家轴心之间 在全球秩序问题上更广泛的对抗 中国现在一直把尸体试图塑造成和平的力量 把自己和美国对比 说美国试图发动一场新冷战 现在来自中国唯一的盟友 士兵代表北京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跟西方支持的军队作战 这个前景破坏了北京这个苦心经营的说法 中国领导层可能担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俄罗斯将朝鲜提供军事技术 作为朝鲜出兵的回报 这可能会使朝鲜更大胆地 对日本和韩国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这当然因为削弱北京对这个封闭国家 施加影响的能力 尽管朝鲜的贸易和援助方面依赖中国 那么朝鲜的挑战给我促成了美日韩 去年的戴卫营签署了三边安全的联盟 这个联盟本身就是亚洲版的北约 北京会更加感受到自己受到了美国 以及盟友的制约和包围 现在中国陷入两难的境地 中国在这个问题之上陷入了瘫痪和无能的境地 虽然他们坚决支持了俄罗斯的战争的努力 但是不会对朝鲜的事感到满意 这是美国人的看法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这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关键在于北京是我事先知道平党的计划 就像人们一直猜测 中国是我事先知道俄罗斯的2022年 二月入侵乌克兰一样 中国至今没有救朝鲜士兵 在俄罗斯存在报表评论 中国领导人 那么就讲的新兴次党 就是那个金专峰会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各国不要火上加油 那么朝鲜算不算火上加油 美国一直表示 中国可以通过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 来帮助结束这场战争 包括停止提供军民两用的技术等等 但是朝鲜的问题 美国没有通过中国 是为什么施压 纽约时报六篇文章 关于朝鲜军队出现在俄罗斯 我们应该知道的 那讲到俄朝之间签订了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 共同防疫合作条约 就是两国的冷战前 已经建立了关系 加下强化 现在这个朝鲜军派兵到俄罗斯 到乌克兰前线去 那就是一个战争升级的一个标志 那么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没有人知道 究竟是去当后勤啊 占地服务啊 还是什么 没说 莫斯科和平朗是否认这个说法 目前也确实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表明朝鲜军队已经走上了战场 朝鲜的世界上是最为大型的军队之一 有兵力高达120万 但是朝鲜的1950年 1953年之后 韩战之后 从来没有参加过重大冲突 几十年来 平朗声称增加兵力是为了威慑 为了朝鲜半岛可能发生战争做准备 那么向乌克兰前线派兵 意味着它是一场海外战争中的 首次的大规模的干预 那么朝鲜正在如何帮助俄罗斯呢 这里面呢 他有一些详细的说话 除了20多个军工厂 20是要开工 为俄罗斯提供弹药武器 这是一个 那么豪显和俄罗斯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现在搞不清楚 普京在问题上会走得多远 帮助朝鲜克服他的核计划 和导弹计划的技术障碍 朝鲜虽然进行了六次的核试验 但是发射了几枚洲际导弹 但尚未掌握使得导弹 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目标的技术 那么可能通过派兵 帮助俄罗斯朝鲜正在仿效 韩国几十年前走的一条路 韩国曾向越南越战 派了将近三十二万名士兵 这是跟美军的越南战场 最大规模的外国部队 作为回报 美国帮助朝鲜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帮助韩国 帮助韩国提供了低息贷款 帮助刺激了韩国的经济增长 这是朴正熙时代的问题 如果这个派兵 真的是标志的事态的重大升级 所以强烈的反应来自韩国 韩国做了很多的警告 到目前为止 首尔对乌克兰的直接支持 是限于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 以及地雷探测器等非致命的军事装备 如果说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有一个升级的话 那么亚洲的这两个敌国 就会在乌克兰战场展开新的杰拙 这个很重要 首尔三政策研究所的高级分析员 车斗玄 他说 以平朗不断加深的军事关系 意味着俄罗斯现在不再认为 朝鲜的核武器发展 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问题 法广 朝鲜向俄罗斯派兵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 莫斯科把朝鲜拉入俄欧战争 不仅让乌克兰担心 也让韩国更广泛的西方联盟担心 西方现在担心是不一言表 一言表 那么在法国 巴黎政治学院的一个国际问题专家 腾哲 他说 这义务的战争向东部扩展 正在敲开欧洲的大门 这种扩张对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影响 远远超过了乌克兰战争 专家分析在这种形式之下 朝鲜军人额外的增援 即使不会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但也不能小看 它有可能使俄国的目标更加容易实现 让韩国担心的是中平朗 从莫斯科的支持得到了什么 除了粮食 军事援助 可能还有一个核技术的输出 西方都在关注 谨慎地观察世代的发展 专家指出 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导弹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我们现在能目睹一个 或者多少由中国俄罗斯 朝鲜伊朗组成的集团的形成 他们正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会见了 伊朗的总统 毫无保留支持伊朗 好了 金融时报朝鲜一篇文章很有趣的观点 中国能遏制北韩到乌克兰作战吗 不是人家都走了 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对当前的北豪显的事态 如果中国愿意 它就能够控制局势 至少不会让局势恶化 中国的用对方式显而易见 对俄罗斯劝说 对北韩者余地跟打 余地就是让他动不了的能力和挑战 但是朝鲜出发了 已经成为定局了 那么中国怎么办呢 中国怎么办 这个朝鲜认为 北朝鲜不大可能派出大批兵力到乌克兰作战 因为它在北朝鲜这个半岛上 还要应对美国和韩国的盟军 但公然破坏抵制国际 公然的底线破坏联合国大会的共识 一定会成为朝鲜面临安全危险的充分的理由 会不会有一个不如其来的斩首行动呢 他没说 这里面一句话很重要 如果中国愿意 中国能控制局势 当下中国对北朝鲜肯定谈不上 有什么好的印象 至于对北朝鲜还有所关照 看着这优异妙之处 两个事实 当联合国安理会 就北朝鲜的核导弹问题 举行关于延长监督制裁 执行情况小组的决议军投票 中国投的是弃权票 莫斯科投的是反对票 另外一个 北朝鲜亲近俄罗斯 和蓄域的疏远和冷落中国 它正在降低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如果中国因此对北朝鲜采取 不公开的强硬的行动 北朝鲜反弹的空间不大 手里的牌不多 它必须独立地面对 这是基本的事实 但目前来看 中国一般不会公开跟北朝鲜撕破脸 除非北朝鲜行为过分 这是中国一旦涉及北朝鲜问题 惯常的特殊的思维 中国有可能采取暗中施压 中国的南华早报就有这个说法 暗中施压 但暗中施压没有用 中国确认认为 新冷战格局的扩散 会成为中国崛起的主要绊脚石 但是曹新认为 中国会同俄罗斯 以元首秘密会谈的方式一劝告 会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中俄在金砖会议 一定会讨论过相关问题 中国通常不会对俄罗斯 采取制裁的行动 因为中俄关系是全球性和战略性 而影响俄罗斯就直接影响到了 北朝鲜现在的行为 俄罗斯也不会太过分 因为俄欧战争还在进行中 它的选择余地也不大 但对北朝鲜情况完全不一样 中国首领的牌很多 北朝鲜恰恰相反 中国采取静悄悄直接施压的可能性 非常大 但最后一句话有意思 一切都要看中国的意愿 好了 来谈谈金砖峰会 德国自身 国际舆论的评论 金砖峰会从单级世界走向多极化发展 那么就是说爱尔兰时报 它认为金砖国家是个逐渐令人不安的联盟 是由大型经济体组成 那这里面代表了全球将近一半的人口 超过35%的全球经济的产出 这人大部分是由中国贡献 但为由中国俄罗斯主导的金砖国家 在成为对抗西方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全球化平衡的力量 俄罗斯并不能实现他的所有的愿望 但很难说服印度巴西南非 来对美国采取敌对的行动 金砖对这些国家来讲 无非就是在北京和华盛国寻找平衡一个工作平台 比利时时代报 他认为金砖国家的会议 标志的西方主导了数十年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当然中俄渴望削弱美国最盟友的霸权地位 那带动全球南方这是个时髦的素颖 就是带动 但是金砖国家不大可能发展成一个紧密的联盟 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差异太大 但是金砖国家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全球南方发生的平台 未必会对欧盟和美国构成威胁 前提他们要跟这些国家展开对话 意大利的网游报说 对于莫斯科的主台者这个会议这个舞台 他表白我没有被孤立 但事情并不像金砖国家的前景那样令人乐观 这个集团内部存在深刻的分歧 莫斯科北朝 莫斯科北京希望赋予金砖国家一种日益反西方的立场 但是巴西和印度呢 更倾向于把金砖国家视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俱乐部 借着一个基本点达成了妥协 就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土耳其的报纸 除了马来西亚 泰国印尼 埃及 埃及 还有不 阿尔及利亚 土耳其表达了加入金砖的意外 目前似乎也没有具体的进展 但是呢 如果土耳其经济加入了 欧盟已经实现的话 他们根本就会考虑走上这条道路 金砖议题 德国的莱比锡 人民报是认为 普京并是他希望中的那个全球重要的玩家 关键是在中国 中国 好了 明报 习近平呼吁金砖扩原 创国际金融新的体系 做大 做大新开发银行 顺应全球兰华的崛起 法广说 习近平说中俄世代友好 引发了很多舆论的质疑 这个老朋友来了以后呢 就吃了很多的面包 诸如此类的头套暴力 亲爱的老朋友 他们又见面了 谈了一个小时 两个人的亲密程度中 普京跟习近平的会谈暴露无遗 习近平爱无极无 连卡山这个外界 并不熟悉的城市 也成了中俄友谊的象征 就打算了大约四百多年前 连通中俄两国的万里茶道 正是从卡什经过 把中国五一山的茶叶 送到俄罗斯的人家 五一山还有江西 那么这一条路一直辗转走到了西安 从西安又辗转走到了彼得堡 有没有经过卡山不知道 经过了 那么就两个人成为老朋友 普京跟习近平 可能两个人对执政的长度 有他们独特的迷恋 有独特的迷恋 终身之政 他们两个人的志趣相投 两个人友谊也体现在金砖峰会上 但是就讲了中国跟金砖 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有两点对俄罗斯的支持 中国居民两用企业 将俄罗斯大量出口 大量转化为俄罗斯战争机器的 零部件电子元件 另外一个中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原油 当然印度这方面比中国买得更多 这使得俄罗斯得以支撑 暂时经济削弱了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 那么讲到会不会是一个 真的是无上限的友谊呢 不一定 美国之音说 还是有保留 美国之音 习近平莫迪跟普京举行了三方会晤时 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联合早报说 时隔五年 习近平莫迪金砖峰会场边举行了会晤 亚洲自由电台谈的中印领袖 五年来首次会谈 习近平相互成就彼此发展的梦想 两个细小的会议厅见面 习近平的场地等待莫迪进场 然后让记者拍摄两个握手的画面 美国之音 印中峰会在中断五年后恢复 两国关系正常化 迈出了第一步 看来开始在边界问题上有妥协了 德国之声说 德国的媒体说 中印缓和边界冲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难得一字报的评论认为 警报并未完全解除 法兰克会报说 中印未来在军砖国家内的合作可能会容易一点 德国的日报 柏林的日报说 这个消息对台湾或者马来西亚 怎么谈到马来西亚 他认为是坏消息 应该是菲律宾吧 是好事 但不一定有利 他这个集中精力来处理什么呢 来处理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 所以呢这个评论是很多的 美国之音呢有一个金砖登场 习普第三次会见分析 中俄合作大于竞争 但并不是上不封顶 不是账不封顶 两个国家现在目搜联合对抗西方 合作大于竞争 但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 正在变得越来越谨慎 两国的关系或许不再是无上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有保留 这是台湾的观点 刘萧翔 这台湾的国家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员 或者副研究员 认为是存在的金砖国家 两个国家随时主导的存在竞争 但俄罗斯无暇踏固于深陷了战争的泥脑 中国这个时候跟俄罗斯合作的权利 利益多以竞争 但是中俄关系并会无上限 这个表述只是在双方利益契合 才出现了羞耻 沈丁利 大陆的学者说 所谓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高 这个是乐玉成的说法 现在已经不说了 这个秦刚那时候还是当外部队 外交部长跟拉夫罗夫说 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中俄关系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质变 中俄关系无上限 只是一个修持的护冲的说法 朝鲜派兵支持俄罗斯 恐怕会牵动中俄朝的军事关系 这个又被吵了一顿 这可能是个小概率的事 如果说有一个中朝友好互助条约 万一朝鲜被攻击 中国会不会被拨出兵 协防朝鲜卷入战端呢 是小概率的问题 但是中国现在的考验是 要不要旅行去保护朝鲜 跟乌克兰打仗 所以朝鲜参战会给中朝关系 带来巨大的不确定 高静文说 香港清卫大学的教授 朝鲜即使参战也可能是秘密进行 中国只能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那么谈到了中印关系的反核 这都很有说法 华尔街日报 那谈到美国大选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政府对下任美国总统有什么期待 这个岛屿非常的耐人寻味 如果你就美国大选就为任何一个中国官员 得到的答案可能是 这不关我们的事 但中国已经暗示了期许 那是可预测性 到底他喜欢谁呢 过几个礼拜就清楚了 法广引用了微软的报告说 中国网军正在干预美国大选 攻击反华候选人和议员 中国控制的网络水军组织 正在试图影响美国大选 重点是攻击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 等反华的议员和国议员 微软说 这个网军 在网络上散布反犹太主义的信息 夸大腐败的指控 宣传对手候选人 中方指这是恶意的猜测 猜测而已 德国之声 美国经济真的在乎谁当总统吗 也有意思 很有意思 在过去的15年里 跟其他国家相比 美国的经济表现 令人拿里自信的强劲 增加了数百万个就业的岗位 迅速从新冠疫情的震荡中复苏 那美国经济真的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吗 啪啦啪啦一大堆 15年来有两大冲击 一个是奥巴马之前的一个金融危机 一个是新冠疫情在特朗普时期 那么美国不管怎么说 经济的强劲势头 GDP的总量超过了其他别国 所以美国现在的经济的增长 非常的令人关注 就是2023年美国的GDP总量 达到了惊人27.36兆的美元 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中国是以17.86兆 俄国日本紧随其后 那么这个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的人口 这也不简单 底层收入当然还是很不平等 美国是基国集团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美国富有的1%的人口 拥有美国大量的财富 在美国家庭税前收入 年收入需要大概是100万美元 才能进入最富有的1% 在英国这需要大概25万美元就行了 他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移民 改变了美国移民 但是现在高通胀正在冲击美国 所以这叫美国不需要一个什么总统来 美国的经济本身底子还比较厚 意思是这样 英国BBC今天头版头条 谈到特朗普身边那位世界守护马斯克在站台 他究竟想要什么 马斯克支持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就是已经在这个选举周期的支出 已经超过了1.19亿美元 而不小数字 马斯克本来的捐款是 他成为总统竞选中个人最大的捐助者之一 他在摇摆州的敲门而基层行动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斯克他想干什么 对于乐意成为破坏者和叛逆者的马斯克来讲 毫无疑异 无论十院大选借口如何 他跟美国政府之间有利可斗的关系 还会再继续下去 金融时报谈到哈里斯 哈里斯说精神错乱的特朗普 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 他重提拜登以前使用的说法 抨击特朗普如果再次入主白宫 将寻求不受制约的权利 半岛电视台也谈到 2024年美国大选最新的发展 哈里斯抨击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 适合不适合 关于他不适合的大校婆 有人说他也不适合 好了 美国之音说得宾州者得天下 就谈到了华裔选民 怎么看待2024年的选举 华裔选民 因为宾州是华人选民最多的一个州 经济和美国对中国政策 这么关键的议题 也希望新任美国总统的民意和选战 带来的分歧和伤衡 宾州 如果用广东话 扳招 这是男性生殖器的一个话语 我们这里不提倡 频繁使用 得宾州者得天下的说法 好了 金融时报呢 谈到了国际货币的变革 人民币能做什么 这是许锦的说法 中国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 一定会产生碰撞 但更多应该鼓励融合 人民币的锚 实际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国际化之类应该顺水推舟 不要刻意去推动 华尔街日报 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是如何捞开管制 逃离中国 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和经济不确定性 促使人们向海外转移资金 即使存在资本的管制 在截止今年六月底的四个季度里 外流资金的规模 可能已经多达2540亿的美元 哗哗地往外跑 地下钱庄的业务繁忙 亚洲自由电台谈到华为 华为已使用台积电的高阶的芯片 学者说走私客会钻破美国制裁的漏洞 美国之音也报道了消息 他说华为设备被发现含有台积电芯片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解释 看来这个华为这个事 可能也会闹大了 好 纽约时报谈到了 碧桂园森林城市 也就是马来西亚那个森林城市 中国房地产崩排 和一座马来西亚的空城 本来是耗资一千亿美元的城市 作为中国工产阶级的豪华梦幻天堂出售 现在这座森林城市 很多居民是临时拉过客 清扫空旷道路捡垃圾 修紧树枝给植物浇水的管理员 未来的绿色城市占地三千公顷 有四座人工岛 七十万套的公寓 但现在只建了一个岛 几十座高楼里面有两万六千套的公寓 碧桂园已经成了中国房地产过来的象征 一家无力支付账单或建造其他所承认的公寓的滥帐的企业 数十万个王者陷入了困境 森林城市居民 金融时报张千帆的一篇文章 思想的力量往往具有摧毁性 张千帆说 中国当务之急似乎不是宣传思想的力量 而是鉴别并且警惕极端思想的害 恢复对正常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政治常识 那两个部分 一个思想是个干坏事 自私之力量 力量是power power就是权力 权力可以作恶 自私为什么不能作恶呢 他提到这个问题 而绝大多思想是平庸的 所以无害 极权主义的思想政治 就是二十世纪有它的思想基础 才有可能对人类文明 旷日持久的毁灭性的影响 包括这个 威权统治有一党专政个人崇拜 但是他们没有系统性的真理 作为思想基础 因为只有极权统治 才能实现三合一 就是一个思想 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蒋介石当年的大陆是这么提的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坏思想 貌似害处不大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德国英国 危害不大 卢梭的理论的法国 卢尔斯理论的美国欧洲 没有产生持久的危害 没有危害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俄罗斯 这种底子薄的国家 实现整体主义的理念 就不是社会极化的问题 后果大家已经有目共睹 张千帆 偶尔有一些思想的火花 华广引述的金融时报 说法之后 习近平在那加强 对中国学术的控制 一些学者被解雇 或者失踪 林培瑞教授形容 这个党像吊灯里的盲蛇 一种几乎看不定的威胁 随时可能降临地 跳出框框套套思考的人身上 这是昨天金融时报的报道 他谈到一名中国学者 可能被迫提前退休 那讲的是应该是胡伟 他已经提前退出脱休 59岁退休 胡伟只是一个 其中被打压的对象 这里面的打压对象 包括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 包括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 不仅限制公众讨论 政治和国际关系 等传统的敏感化的 也限制讨论中国陷入困境的经济 那么他讲了好多人的名字 他说一些写者中 公共视野中消失 似乎被当即以未公开的名义拘留 其他人是被解雇 社交平台的账户被取消 或遭其他形式的 行政和法律的处罚 当然谈到了胡伟 胡伟同意退出上海研究院 实现了软着陆 避免了入役 但是还一个出现 在公共的场合上 那么谈到了朱衡彭被干掉 就是喝了酒 说了几句论证 对金上有很多不公 啪 干掉 谈到了吴强 吴强实际上也是2015年 就因为什么呢 因为多评论香港的问题 就绩效评估不合格 那么当然来讲 日本的中国学者 尤其容易成为公纪的对象 讲到了范云涛被抓回去的事情 谈到了胡伟云的下落不明 日本 当然外交部说 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抹黑 他认为这是一种掉灯里的盲蛇 随时可能干下来 美国之音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条分享的内容 对西藏流亡政府的领袖来说 走自治的中间道路 仍然是核心的重点 他谈到是编霸赤能 编霸赤能 谈到了有遭遇的习近平可能世事的问题 因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我们生命不是永恒的 我们出生然后必须面对死亡 即使是帝国也会兴衰 政府也要兴衰 习近平也将不得不面对死亡 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谈到中国会改变之后 必然没有其他选择 谈到了西藏 他说在佛教的无常的理念下 即使是北京的权力和压迫是暂时的 他认为应该就是中间路线 保持在中国的一部分的同时 给予西藏更多的自治 当然现在看来 一国两制的香港的世界 也给出了一个不好的示范 中间道路 这个呢很多朋友不一定了解到 原来流氓政府还有中间道路这个说法 好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有点长 但你好不容易回到了摄影棚 多说了几句 首先第一 台海危机 台海关系的危机因素的持续的急剧 大陆围台军演的次数 已经越来越频缓 越来接近 对台封锁可能是接下来一个选项 台湾已经意识到宣布 对台封锁等于战争行为 在大陆的立场 两岸关系 内战还没有结束 战争状态已经持续了75年 对台封锁 以及台湾海峡国际航道 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实也已经在美国 日本等盟国 甚至台北本身的战略战术评估之内 现在看来 这是个很容易在亚太地区 点燃战火的区域 北京的军事直立 应该有封锁台湾的能力 但是濒临城下 未必能够让台湾屈服 封锁比军事战连 会减少更多的人员伤亡 当然台湾是否具备 第二次反打击的能力 美国和日本 是否会在第一时间辞员 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 军事科幻小说里的故事情节了 第二 朝鲜派兵 俄战场 第三战参战已经证实 俄战争实际上已经升级 三千多名的朝鲜军队 甚至可能有一万两千名的朝鲜军队 改变不了俄战场的态势 但由此引发的 可能是东北亚局势的紧张 也是可以预见 韩国和北朝 北约之间的互动 美国日本之间针对半岛局势的反应 这里面其实有个关键 关键在北京对朝鲜派兵之举 现在抱持的态度 朝鲜的金融时报指出 对当前北韩的势态 如果中国愿意 它是能够控制局势 至少不会让局势恶化 中国应对的方式写意见 即对俄罗斯劝说 对北朝鲜的余地更大 手段更多 而且后果也不是太严重 尤其是在国际社会联手的话 那么应该对北朝鲜 是可以有业制止的 关键是中国能够改变 涉及北韩议题 惯常的特殊思维 最更关键的一个话题 北朝北京 为什么不会采取制止的行动 这个话问题很好 第三 中印关系缓和 习近平和莫迪 四隔五年再度握手言欢 是这次金专峰会 另外一个新闻亮点 有路边分析认为 中印就边界问题 达成的解决方案 实际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原因是四年半来 印度单方面设定条件 以中国撤离克拉格区域 作为两国恢复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而中国坚持拒绝的四年多 现在基本同意了印方的诉求 这是个巨大浪步 已经发生了事实之下 我们可能关心的探讨是为什么呢 交换回来什么呢 而不是聚焦浪步的大小 有人说是印军 在印东部军区做出了对等巡逻群的浪步 有的人说为了金砖 新的接算货币的体系 有人说为了让印度不要太靠近美国 这个话题是值得继续挖掘的新闻线索 第四 已故的作家聂华灵 在缅怀殷海光先生的文章中 写了一个细节 殷海光在1960年雷震案发生以来 不断受到台湾特务的骚扰 后来这些特务明目张胆到他家去 精神折磨着他拍桌大吼 你们要抓人要呛逼人 我殷海光就在这里 聂华灵说殷海光是在1949年 一到台湾就用副师联校长执聘 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书 非常受学生爱戴 1967年被禁止教课 幽禁在特务的监视之下 这一幕在今天我们介绍 华广转在新农时报那篇报道 似乎又是一次场景在线 习近平加强对学术队的控制 经济和其他敏感问题讨论 受到打压 一些学者被打解雇或者失踪 林培锐认为这个党像吊灯里的盲蛇 一种几乎看不到的威胁 随时可能降临到跳到框框 跳出框框思考者的身上 各位 事隔五次多年在大陆这个场景在线 相信也不是偶然的 台湾那个时候是军事戒严体系 大陆则是宣称还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年代 第五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编发次人很大胆 他第一次谈到人的生死问题 包括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 如果北京愿意给藏人行政中央结束 首要的议题是将西藏的人权和中间路线 中间道路的政策 就是西藏行政政策 主张在保持中国一部分的同时 给予西藏更多的自治 这似乎是达赖喇嘛长期表示的立场 以北京目前的边疆政策 以及对内蒙新疆西藏的自边方列 是不可能接受的 似乎没有任何一丝半点的妥协转环的空间 台湾香港澳门能处于边疆政策的范畴 都能像澳门这样的惊人自傲改土归流 可能是北京最希望达到的境界 香港澳门已经朗中之务 内蒙也基本上服务贴贴 新疆西藏 台湾能是新乎之患 很难产生所谓中间路线的前提条件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今天读报的听到